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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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梦想基金 心灵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 第一位选手登场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认出他是谁了吗 认出来了吗 人称橘子哥 一说橘子哥 很多爱上网的朋友 可能大概就知道这个故事了 那橘子哥究竟是带着怎样的故事 来到开门大集呢 一会儿我们再慢慢的好好聊 太传奇 太有意思了 先说说橘子哥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买个手机给我老婆 然后顺便状态好 发费的好 带他一起去旅游 哦 按时两步走啊 那好吧 李宗盛 橘子哥 加油 谢谢 来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集 橘子哥 第一扇门 请做好准备 请按响门铃 加油 好像是那个 空电晴沟吧 确定吗 对对对 太可爱了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集 对了 好准备 好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上流流的彩游 月亮 晚安 晚安 海上流流的彩游 世界流流的女子 任我流流的朋友 世界流流的男子 任你流流的游泳 月亮 晚安 晚安 任你流流的游泳 让我们的掌声欢迎歌唱家耿连凤老师 谢谢耿连凤老师把这首康定情歌带给我们 恭喜你收获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来 来 李红军橘子哥身上到底发生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吧 而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话说在美国有个小伙子 他的名字叫马特 他丢了一部手机 而这部手机在很久很久以后呢 他不知怎么的 他就流转到了中国 然后有一个叫李红军的人买下了这部手机 后来呢 这个马特就经常发现自己新手机上 会常时不常的收到一些照片 马特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是几位中国的热心网友啊 知道了这个事之后呢 就替马特找到了远隔重阳的这位橘子哥 马特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 所以两个人从此以后就成为了好朋友 不仅如此 马特还带着橘子哥李红军去了美国 在美国潇洒走一回 玩了一大圈 这就是一个中国青年和美国青年之间 一段传奇的故事 一张照片 建立起来的友谊 美国玩的怎么样 哎呀 太开心了 哇 见了 好多那个大牌的那个明星啊 还去了白宫 还去了白宫 对啊 刚刚见到了小甜甜布莱尼 正好这期节目我还看了 他在美国现在基本上已经家喻户晓了 对 我敢给你鼓一下 去到美国鼓下 我给你半斤思量啊 不不不不 我美国估计没有人认识我 但是美国人都认识橘子哥啊 真的 一点都不夸张 他上了最知名的脱口秀节目 对 全美国人民都已经认识橘子哥了 对啊 这个应该是之前完全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 这很奇妙的突如其来的 对对对 真的是没有想到的 所以今天在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上 希望也能够像在美国一样潇洒走一回 能够实现你心中的梦想好不好 对对对 来李红军橘子哥 我们继续挑战第二扇门 请按响门链 OK 听出来了 如果这都不算爱 这个来了吧 对 如果这都不算爱 如果 这都不算爱 歌名叫做 如果这都不算爱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对了 如果这都不算爱 转身走开 难道新城再精彩 藏着再实在 终于一路下的依赖 才真的是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悲哀 谢谢你的慷慨 是我自己破坏 如果这都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悲哀 你只要被期待 不要真正的期待 谢谢华弟 华弟你见到橘子哥应该很亲切 因为他是客家人 我知道华弟好像也是客家人 对 我刚才的声音 我是美洲的 他是 他是 废州的 听懂了 他是美洲的 他是 他是美洲的 他是 慧洲的 这个能跟我学普通话吗 慧洲 看我啊 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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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谢谢华弟 掌声送给他 谢谢 好嘞 橘子哥 很高兴的宣布 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到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000元 太有意思了 真的是一个手机引发的一段友谊 马特今天来了吗 马特他今天没有来 他现在 刚好去旅游期了 看看马特 有什么话要跟橘子哥说 橘子哥 我希望你做得很好的 在你的节目 我非常愿意见到你们在这个节目 我非常愿意 我现在不能在这里 我现在的生活 我现在的生活 很疯狂 我去中国 回来 中国 回来 我们在这一段 最有趣的时间 谁会想到 一个橘子 可以带到这个 橘子哥 如果是一个英语歌 请问我 我可以给你好的提目 但我认为你会做一个很好的工作 因为你一个很好的男人 我爱你 谢谢马特 好运气 谢谢 你现在是不是跟着马特 学了好多英语啊 一小部分啦 橘子哥用英文怎么说 哦 欧兰鸡 那个歌呢 歌上哪儿去了 啊 歌 你不会以为 orange就是橘子哥的意思吧 不是吧 不是 不是 哦 哦 哦 哈哈 不了 orange 行了行了 orange orange orange就是橘子哥 哈哈 被他改了 今天轻舞团都来谁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不好 来联谦第二现场 你好 这位是他最好的朋友 陈先生 你好 小妮哥 你好 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位美女翻译啊 在他跟马特之间的很多联系 都是我们这位女生帮忙翻译的 包括普通话也要翻译一下 普通话也要翻译一下 特加普通话啊 这个他跟马特之间这个交流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 哦 有 特别有意思 美国年轻人都喜欢晒 就晒得黑一点 就是健康一点 哎对啊 然后呢 但是中国人嘛 喜欢白一点 对对对 喜欢白一点 每次那个橘子哥一见到马特 就说 哎呀 你怎么又白了 但其实呢 对于马特来说 他很想晒黑 马特就说 哎呀 你怎么又说我白了呢 就是我想黑 就是很有 很多这种有意思的 这种文化差异 嗯 我相信 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 大家不妨可以在网上 在微博上 好好地了解一下 马特跟橘子哥之间 的故事 接下来是你的第三扇门 三千人的家庭梦想 好 橘子哥准备好了吗 来吧 请安向门铃 加油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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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他记不起词 你这是在接受信号吗 哇 你唱一下 你刚才都唱出来了 我都听到了 嗯 嗯 � int 89 没有我便不配不通 唱得多好啊 想想想想 这是摘橘子的动作 想想你前女友 想想你前女友 你们俩怎么了 没有我便不飞不通 不是这个 往事不能飞味 什么叫往事不能飞味啊 当爱一尘往事 没说对呢 你激动啥呀 早激动了 你冷静点 你站好 开吧 开吧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七 对了 我一人有梦 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 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 总是为了你心痛 别流连岁月中 我无意的热情万丈 不要问我是否在相逢 不要怪我是否也不忧痛 为何你不懂 就又有爱就又痛 有一天你会知道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人生已经快匆匆 我好害怕 总是泪延梦 忘了我就没有痛 就往事留在风中 就往事留在风中 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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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现在已经收获了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三千元 要再同一件 来吧 请按响门铃 加油 听出来了吗 有点说 但是 大家听出来了吗 告诉我 你别老看观众 这个时候 亲友团就要发挥他们的功效了 不住亲友团吗 那 绝对要了 来吧 连线 边现场 刚才这首歌呢 说实话 好简单啊 我都没听出来 嗨 有听出来的吗 好像就是郭富城的一首歌 什么歌 什么歌 好像叫巴拉巴拉鹰之花 巴拉巴拉鹰之花 哇 怎么这么难的歌 你的翻译给你的答案 那相信你吧 我不在意答案 你什么爱的我 你 你这人生怎么那么随性呢 想起你了 我好多人跟你想的答案 那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接受这个答案了 对吧 巴拉巴拉鹰之花 是这个答案吗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鸡 耶 不过仲夏 以高速得更快 要起变化 身体像冰冷大厦 我抱拥变雨马 又有兵变快马 人家风云 自我快乐运花 让我两有了爱 分自都圆化 人家风云 我愿意做法 全全功中低 最合便出剑花 人家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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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别打臨 火轰 快点 刘第一了 别人 真的 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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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彭子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巴拉巴拉 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橘子科 已经积累到了 五千元 好样的 五千 你怎么样 这树行吗 很感觉很少一点点 帮不帮啊 提醒你一下如果错了五千就没了 错了一点机费都没有的了 对 算了那就收了 哇好支持啊全部 好吧 好吧 李红军 橘子哥恭喜你收获了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我觉得你看你一路玩挺开心的 而且现在也成了网络红人 拣不过去 特别火 感觉一定非常的过瘾 但是千万别忘了 最爱你的人还是你老婆 好吧 谢谢 哎唷 是 你 Conse greet 全投射的男人 组的男人 会员糖果肉为我们的选手 和我们的观众提供的会员大礼包 来 让我们有请 下一位选手 一上来很受欢迎 大家都在为你鼓掌和喝彩 那是给我的 先做一下 大家好 我叫苏娜 来自中国戏曲学院 希望今天能在这个开门大吉里 开门大吉 希望开门大吉 那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的家庭梦想 是想带着我的奶奶 去看大海 听起来好浪漫啊 带奶奶去看大海 跟奶奶感情很深是吧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苏娜加油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吉 苏娜 今天来开门大吉 这任务不简单 一共有八扇大门 你要逐步 一个一个的去闯关 看看你今天能够得到多少家庭梦想基金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拿起手机 来参与我们的场外互动 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跟着我一起摇一摇手机 你就有可能得到 由中国福金利福的金利福珠宝 为你提供的精美的评论 来第一扇门 掌声鼓励他 请按响门铃 加油 有了 真的 现在可以说吗 当然了 这首歌是肖亚轩的爱的主打歌 确定吗 确定 对不对 爱的主打歌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对了 我再唱什么 我再唱什么 什么都觉得 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 你在说什么 只听一次也会记得 平良自就火热 我在干什么 什么都觉得 这个城市 整个城市 整个城市破坏 爱的主打歌 这个城市破坏 这个城市破坏 爱的主打歌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只听一次也会记得 一天脆脆和热 我在干什么 什么都写着 整个城市波着爱的猪大哥 猪的可是你 拿到我好深入手手 然后不再想起你了 掌声送给黄子怡 谢谢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收获了第一笔 一千元 还不错 那就再见再练 接着走 接着走第二扇门 请按响门铃 这是一首情歌 你又知道答案了 短发 确定吗 确定 谁的 梁永齐 梁永永齐的 对 那我们就打开试试看 让我们期待 开 开门 门 大 没错 没错 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 乖乖的带着脚 静静的收着电话 我已剑断我的房 剑断了牵挂 是你低不悲哀的纷纱 长长的路 断断长长 一寸一寸在挣扎 我已剑断我的房 剑断了城堂 剑断的伤透我的尴尬 反反复复 清清楚楚 一道两端 你的情红 你的光红 谢谢 谢谢李嘉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短发 恭喜你 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 两千元 好样的 别太得意 咱来踢个掌 上来就介绍了 她是中国戏曲学院的一位学生 学的是影视表演 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其实那时候我十五六岁吧 我妈妈想让我去学下普通话 因为我是重庆的女孩 就觉得就一口川味 觉得如果我普通话说得好的话 可能对以后的工作会有帮助 然后谁知道 学着学着 老师就带着我来参加比赛 小金话筒比赛 小金话筒 还拿个奖回去 你都已经拿到了小金话筒 这是主持人梦寐以求的 学习影视表演 应该是多才多艺的那种 算是吧 算是吧 有什么专长给我们介绍 主要学画油画 然后自己有自学画国画 还拿到了国家金奖 哟 挺厉害的呀 看起来很低调啊 其貌不扬 但是咱们这 咋了 是其貌不扬啊 咋得好看吗 也就还好吧 跟我们家那位跳的 还有 这话说给你听的啊 好 接下来是你的第三扇门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准备好了 咱们就走 好了 好 请按响门铃 加油 不用听完了 你又有答案了 有点不是特别确定 杨坤的路灯下的小姑娘 路灯下的小姑娘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机 没错 在那站路灯的下面 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 也不知道她从哪里 小姑娘哭得多悲伤 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制 她现在该往哪里去 亲爱的小妹妹 请你不要不要哭泣 你的家在哪里 我会带你带你回去 亲爱的小妹妹 请你不要不要哭泣 我会用我的爱 混乱你的你的心里 不要不要不要悲伤 不要不要哭泣 在这眼里 让我带你带你回去 不要不要悲伤 不要不要哭泣 在这眼里 让我带你带你回去 谢谢苏丹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陆灯下的小女孩 陆灯下的小姑娘 都正确 因为这首歌 有好多种版本 我觉得她听过杨坤唱 这版本还比较合理 但是我这种年 完了 我可以问一下 您说话吗 你看呢 我看一下 我也刚刚拿到了 小金话筒奖了 三十 这位选手 我觉得前途渺茫 十六 恭喜你收获了 三万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 还真不可以 你别 之前不然对我自己出来 好的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 三千元 多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这是陆灯下的小姑娘 很活泼 很可爱 在舞台上也不怯场 也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 给她加加油 好不好 第四扇门 是五千元了 请按响 门铃 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按响 刚才在小尼哥说出 说我们苏娜 其貌不言以后 我们的三位同学 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 真的 然后纷纷地 把你的年龄猜了一遍 最后的答案 是三十五 我猜了三十五 好了 求助就到这里 就这样就完了 重新说一遍 我多大 你十八 刚满十八岁 转小满十八岁 其实刚才这首歌 他们都已经很容易的猜出来了 而且包括就是看小尼哥在那转圈 他们都快急疯了 我都快转圈了 很简单 但是苏娜一直都不知道她转什么 待会那个小尼哥脑震套 所以他们给出的答案是龙卷锋 你接受吧 接受 终于明白我的良苦用心了吧 应该 是吧 我应该把后面的答案全给你啊 好 龙卷锋到底对不对呢 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石 对了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锋 离不开暴风却来不及跑 我不能再笑 我不能再笑 我不我不我不能 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锋 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 我不要再笑 我不要再笑 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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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笑 我拼着不觉你离开我 拼着不觉我能把这些走 拼着不觉我用过来你的手 拼着不觉该把话说我 拼着不觉你离开我 拼着不觉我能把这些走 拼着不觉我用过来你的手 拼着不觉我捅 拼着不觉我没有 hats 拼着不觉我 拼着不觉你已经离开我 拼着不觉我跟脸着戒走 拼着不觉我和脸着截走 拼着不觉有背 dinit 五千元 我知道其实你画画不仅是去拿奖参加比赛 还可以画画给家人当礼物是吗 在我奶奶七十大寿的时候 我送了她一幅画 一幅特别长 13米还是12米的一幅画 因为特别长 家里扑不开 就把它扑在地上 然后就跪在地上画 12三米呢 画了多少时间一共 画了一年半 然后不是就不是每天都画 可能有空的话 就是因为在地上就只能跪着画 可能跪着画的话就是两三个小时 但是你知道你的一笔一画 画的都是对奶奶的祝福 对吧 很用心的一个孩子 跟奶奶感情是特别好 从小爸妈就不在身边 然后就是奶奶把我带大的 什么都黏着奶奶 小时候别人要把我抱过去的话 我都不愿意过去 不让外人抱我 就把奶奶给抱着 而且我奶奶特别乐 特别逗的一个人 就是每天早上 可能我要出去上学 可能六点过还没有天亮 奶奶就会煮一大碗饭 稀饭 让我吃 不吃完不让走 而且是她 就是我奶奶很胖 一个白胖子 大白 不早 就门在那 不让走 吃完 特别可爱 说的很形象 让我们脑海里出现了一个 笑容可具的一个奶奶的形象 奶奶现在是在哪里 奶奶现在一个人住在农村 可能在城市里住的不习惯 喜欢一个人在就是种菜呀 然后收拾一下那些东西 反正她不喜欢下来 祝奶奶晚年生活快乐幸福 而你是奶奶生活幸福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你要见好就收 还是进行农村 这里你自己做决定 走 走啊 来 请按响门铃 什么表情啊 这是 这首歌有太多故事了 还有故事 当年老了 在哪情节呢 今年那个大年三十的时候 春晚 对 你们听过吗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喜 对了 这首歌有太多故事了 这首歌有太多故事了 当你老了 走不懂了 路火旁打盾 回忆青春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 幻常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加以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 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当你老了 灯火昏黄不停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 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当我老了 我真希望 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欢迎歌手丁绍华 谢谢大家 谢谢 好了 苏娜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到现在为止 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元 现在很开心 但是刚才 苏娜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若有所思的 你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什么 可能因为我在外地读书的原因吧 我觉得 这歌词和旋律 特别能打动我 然后在 我爸 送我去机场的路上 其实我自己学了好久 偷学了好久这首歌 我想唱给他听 但是 我当时觉得我自己唱得不好 我不太会唱歌 然后我当时就在路上 就点开了 就很随意地播放了一下 谁知道我自己就忍不住 我真的忍不住稀里哗哗哗哗哗了 我还看到我爸好像在那边 就有点小抽屉 真的是 在外地上学后 可能真的是相隔一年 放假了 才能回到家里 就看到爸妈 他们 还有奶奶的时候 就觉得 他们整个人 矮了 不知道是我长高了 还是因为他们老了 所以很有感触 他的感受 我相信很多在外的学子都会有体会 每次一放暑假或者寒假 甚至一年回一次家 看到家人一点一点的衰老的时候 心里会酸酸的 尤其是面对奶奶的时候 更是这样 是这样吗 对 可能也是因为我吧 然后奶奶脚受伤了 因为你 那次 我 我自己也是个很邋遢的人 我出来后 我发现我作业本忘拿了 然后我就在那一直叫奶奶奶奶 就把作业本给我扔出来 然后奶奶又很着急 因为我快迟到了 因为那时才拖了地 然后她就摔了 然后 然后谁知道一摔 可能老人家 然后腿就摔舌了 然后定了那么长的钢板 所以你老觉得是因为你奶奶才会摔 把腿给摔舌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 不管你自己会不会自责 奶奶肯定不会怪你的 对吧 所以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就是想带奶奶去外边走走 想去带她去看大海 奶奶给你提过这个要求吗 其实这是一个 我小时候的誓言吧 小时候奶奶背着我的时候 就会说 等哪天我老了 你会不会也这样背着奶奶啊 会不会带奶奶去玩 那时候我就可小了 就是 不 奶奶老了 我要带奶奶坐飞机 然后去外边 你想去哪就去哪玩 然后现在其实奶奶嘴上没说 但是 这事一直其实搁在我心里边 原奶奶的一个梦 也是兑现自己儿时的承诺 我觉得苏娜它代表了 我们身边大多数的年轻人 孩子们 他们的梦想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达到第八扇门 拿走三万元 但是不管怎么样 量力而为 好不好 祝你梦想成真 加油 我 我就想走这一步了 我觉得一万块钱对我来说已经够了 够我买我和奶奶来回的机票 够了 真的够了 我相信观众的掌声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对你表示祝贺 同时也为你的笑心所感动 那我们就真的见好就收了 祝奶奶和你玩得开心 也要恭喜你收获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在这里要感谢长喝七色好的会员桃果肉 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就奶奶玩得开心 祝福奶奶 长命百岁 会员桃果汁开门大吉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这里是由长喝七色好的会员桃果肉 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 接下来呢 我要邀请的是下一位选手 掌声 欢迎他出场 小妮哥哥好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我 我是来自美丽的黄土高原 甘肃兰州 我叫刘一阳 我呢 目前是一个80后 以后你也是个80后 我当然了 现在还是个单身 但我认为这很正常 因为我研究了 在中国呀 有四类女孩 不太好找男朋友 他们是 女汉子 女胖子 女硕士 女相声演员 你全站了 很荣幸 我全站了 我今天来到开门大吉呢 也是为了实现我小小的梦想 作为一个地球上最优秀的 女相声演员 我希望支办一曲 表演有关的道具和乐器 比如说相声表演所需要的醒目 唱快板书用的快板 山东快书用的鸳鸯板 用的书板和书骨 还有河南坠子用的剪板 最后我最喜欢的就是 唱牛骨头鼠来宝用的牛胯骨 哎呀 这 那说明你对曲艺是相当的热爱啊 必须的 那我们就为你祝福 加油 实现家庭梦想 全场的朋友们 一起开门大吉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那一共是八扇大门 你即将面对一个一个的挑战 最终 我觉得你今天说了那么多东西 你除非达到第八扇 你才有可能全部拿走它 但是你要根据自己的实力量力而行 好不好 我觉得 我会达到第八扇 真的假的 那我们走着球 掌声送给他 请安下 门铃 加油 加油 请问这位世界上最优秀的女相声演员 你听出答案了吗 我妈呀 第一首就这么难 我是在倒数第二秒的时候才听出来 这个歌竟然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什么歌 野百合野友春天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机 没错 我不如终于相逢 我们如是短暂的相逢 你像一阵全风 轻轻揉揉吹入我心中 爱情何处是你 我与你笑容 记忆中那样熟悉 你的笑容 你可知道我爱你 想你念你愿意 神经又不变 难道你不舍会多想想 昨日的誓言 就算你流连开放在水中 脚烟的水线 别忘了记忆 不离 神不离 叫我 野百合 也有春天 谢谢 很好听的一首 很好听的一首 野百合 也有春天 恭喜你收获了 一千元的家庭梦想 几经 实在是太稀缺了 很少很少 都不太愿意做相声演员 做相声演员 你必须 不是说丑化自己吧 能够去放下自己 能够让就是有一些自嘲的成分 那你放开一个给我们看看 我从小 就是被人经常会当成男孩 于是我决定了 我得研究研究 我到底跟那些萌妹子 哪儿不一样 研究完有结果了 啥结果 你比如说 出去跟男神约会 就是跟小妮哥哥约会 人家萌妹子是这样的 哦 欧巴 你再等人家一下下 人家马上就好了 你再看我呢 你等我一会儿能死啊 出去吃饭 萌妹子是 人家要一个香菇菜鲜 而我则是 给我烤俩大腰子 一成熟 一成熟 喝水也是 萌妹子是 咕噜咕噜咕噜 而我则是 出去唱歌 萌妹子唱 虫儿飞 虫儿飞 你在思念谁 而我永远唱的都是 我真的还想 灾火五百年 所以看出来了 这女孩子 讲相声啊 挺不容易的 你真的是要把 自己的姿态 放得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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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高高在上 摆出一副 矜持的样子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关键 她就会觉得很有距离 没错 那我们继续开门吧 小金哥哥 刚才是什么 我是地球上最优秀的 女相声演员 遇到这种观众 嘻嘻啦啦的掌声 怎么办 谢谢你们无声的鼓励 反应还挺快 行嘞 那我们就继续开门 第二扇门 请按响 门铃 女神撞 女神撞 其实这个歌呢 你们都不知道 这是有一个 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首歌是根据 我的实事写的 根据你的事写 对对对 你啥事 这首歌的原名啊 叫绕口令 但是因为呢 就是害怕外国人 他不知道这个绕口令的意思 所以最后把这首歌 定名为中国话 观众都为你鼓掌了 说明这答案 还靠谱 而且呢 这首歌是谁唱的呢 我的粉丝 你的偶像 不 他们是我的粉丝 三个小女孩 SHE 然后他们当时想找我学相声 后来我说 女孩不适合说相声 你们去唱歌吧 然后他们就火了 说要学相声 不见得能火 对 因为有你在她的前面呢 因为他们比我长得好看 但是他们还是老老实实唱歌吧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中国话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戒 对了 变蛋花 板凳长 变蛋香 绑在板凳上 变蛋宽 板凳长 变蛋香 绑在板凳上 变蛋空 板凳长 变蛋香 放在板凳上 板凳不让变蛋 板凳上 变蛋偏要绑在板凳上 板凳偏偏不让变蛋 板凳上 那一变蛋花 也是板凳长 哥哥弟弟拨前座 拨上握着一只鹅 拨下留着一条河 哥哥说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 红骨子的话 越来越过几话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我们说的话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也做小孩叫小度 上街大厨用外部 买了不打的醋 回头看街银专幕 放下铺割下醋 上前去追银河兔 飞了樱跑的兔 撒了醋 是乐腿 嘴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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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花腿 嘴说嘴 爱白腿 光动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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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腿 不如不长腿的嘴 到底是那嘴说腿 还是嘴说腿 全世界总在学中国话 恐怖子的话 越来越过计划 全世界总在讲中国话 我们说的话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谢谢SISP组合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中国话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 两千元 耶 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 这样一首流行歌曲 它中间会有绕口令吗 因为这首歌 是我们一同学写的 他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所以他天天听 播音系的同学们 在练绕口令 所以他就写出了 这首歌 这是真的 是我们的同学 正难写的一首歌 说到绕口令 小尼哥哥上学的时候 有没有偷懒呢 没有 我学的可好了 我也觉得是 所以我想考考你 不是 今天你来这 是让我考你的 而不是你来考我 不是 简单的互动一下 互动一下 对 鼓玻璃棍 扁 鼓玻璃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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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不是太慢了一点了 红鲤鱼 鼓玻璃棍 鼓玻璃棍 这个真的不容易 现场的观众 你们不信 你们试一下 来 全场的朋友们 一起试一下 红鲤鱼 鼓玻璃棍 鼓玻璃棍 一二三 红鲤鱼 鼓玻璃棍 鼓玻璃棍 我就听你们说 鲤鱼了 就听他说鲤鱼 接下来 咱们还是先开门 好不好 OK 第三扇门 请按下门铃 加油 这是第三扇 可能是 金箫多珍重 可能是 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你现在已经是 地球上最优秀的 女相声演员了 你想不想尝试一下 做我们开门大吉舞台上 待的时间 最短的女相声演员了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 好不好 你们还挺爱看热闹的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对了 对了 让风温温年轻轻 飘过来化香楼 乱风吻吻年轻轻 心一喜月的梦 我良尽微轻轻 说不完情一笼 我良尽微轻轻 举举花儿够有种 不管明天 都明天要相逃 连着今宵 怕今宵多珍珠 我良尽也一意 连太阳快深动 我良尽别一意 要再见在梦中 谢谢紫逸为我们演唱的这首 今宵多珍重 请你今宵也多珍重 恭喜你 家庭梦想接近已经积累到了 三千元 刚才我们说这个说学奏唱 说的那说 对说 学是学 学啥呀 学唱 学的太多了 你像我们像这演员嘛 就学个什么人言鸟语啊 寿教崇明 各省各地的方言 大小买卖的吆喝 今天跟我们学一段 好吧 来大孙子 哎哎哎哎 来 什么情况 快点的 奶奶着急了 奶奶 哎 我这大孙子 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哪不一样 长得喜笑 还真是 你就看 尤其啊 看那大脑门子 油亮油亮的 怎么还油亮油亮 老话怎么说的呀 热闹的马路不长草 聪明的脑门不长毛 奶奶你不再这么说你孙子的 你看你现在胖了 越来越像这加飞猫了 哎 咱少吃点行吗 啊 行 比如咱吃那个抓饭啊 嗯 咱把饭吃了 把盘子留下 盘子我没 我没吃过盘子 大孙子 咱溜达溜达 奶奶 哎 跟您说个事啊 怎么呢 我奶奶啊 啊 她在我小时候就去了 没事 这不刚过完母亲节吗 我回来看看 你 你 谢谢奶奶 我想你啊 我也想你啊 回来 啊 终于回来了 我这入戏还挺快啊 我 人叫我一声孙子 我还就爱了 你们可千万别叫我大孙子啊 对呀 哎 还真有人叫的 让我在地球上最优秀的男相声演员这条路上又大踏步的迈进了啊 接下来咱们还是在开门大集的舞台上继续前进吧 可以 现在才三千 嗯 数太少了 请按下 门铃 加油 哎呀 这个最优秀的女相声演员在地球上呢 又来啦 还当奶奶 哎呀 我发现节目规律了 怎么着 一首简单一首难 一首简单一首难 你才听了几首你就发现规律了 这首特别好 什么歌 这首叫沧海一声笑 听过 太听过了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集 对了 这首歌 誰捨天知曉 江山曉 煙雨遙 河浪盡紅塵素食之多燒 情風笑 只不記得 好情願生一致萬丈 奶奶 你認錯人了 我不是你大孫子 你沒有大孫子 你有個孫女 哪兒呢 你糊塗了 孫女今天來了 在第二現場呢 關聯 嗨 小妮 你確實在優秀的 南向上演員的道路上 已經大踏步的前進了 你剛才給你奶奶捧著那段 你捧得特別好 真的 不錯 還行 但是關聯 我發現你們倆真的 稍微有那麼一點點的像 真的嗎 我也是錄完節目 出來就是打出租車 我一上車司機說 你是關聯嗎 我說我不是 他說 你就承認你是肉能怎麼著 對對對承認吧 不要顯得關聯太大牌 就是 而且很特別的是 在我身邊這三位也是非常優秀的演員 他們來自大孫工坊 大家好 你的這些隊友呢 真的是讓人醉了 怎麼了 在第二道題的時候 出來的是中國話 然後他們大聲的處 你讓讓聽媽媽的話 但是每一次你答對了題 我們都在內心深處大喊一聲 你是最棒的 太沒有誠意了 我為什麼覺得我今天戴錯人了呢 謝謝親友團 太可愛了 再次掌聲送給他們 謝謝 謝謝 第五扇門 你先說吧衝不衝 衝 請按響門鈴 小燕 小燕 哎呀 說句心裡話 我也想家 家中的老妈妈 一时馒头白发 你就听了几个音 你就确定是这首歌吗 小妮哥哥你可能不太了解我 我除了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笑容演员之外 我还是一个追星族 你追谁啊 我追颜维稳 歌名叫做 说句心里话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机 对了 欢迎大手 说句心里话 我也想家 家属的老妈妈 一时馒头白发 说句那实在话 我也有啊 唱歌连那个梦中的他 梦中的他 来来来 我谁这样说 来来来 有国才有家 你不站岗 我不站岗 谁包围残祖国 谁爱包围家 谁爱包围家 掌声 我今天是把你请来当救兵的 他刚才出了好几道题 好好的难为了我一下 大成 你也给他出几道题 我说的没有唱的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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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依娘 从满几天空 我爱你中国 哎呀 掌声送给地球上最优秀的男花枪女高音歌唱家 大成 怎么样 看你还得意 来 作为地球上最优秀的女项链员 我也能唱男高音 你唱一个 我见识一下 你倒是唱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热情的掌声 不是你唱啊 不是你们听到了吗 大成听到了吗 我没听见 没有 这么热烈掌声你们俩都没听着吗 没有啊 你你能 你怎么会唱 天呐 我的高音已经穿越人耳的体现了 谢谢大家 太开心 谢谢 再次掌声送给大成 但是刚才不经意间展示的是我们这个说学逗唱的唱这部分 但实际上 其实不是 就是说学逗唱的唱讲的是像是你的太平歌词 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唱歌 而我们所谓的唱歌唱戏它都属于学唱的部分 行了 这钱我还没说呢 对吧 恭喜你 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元 今天我觉得已经展示的够多了 接下来你要做决定了 是见好就收 还是继续前进 我 走 走吧 走吧 听人劝你吃饱饭 来 请按下门领 加油 行不行 我还有一句话 就是我是地球上最优秀的 李向上演员 刘丽阳看来你心中有答案了 这什么叫得意忘形啊 我不知道 让你再得意 让你再吹 你不是颜维文的粉丝吗 你不是跟刘大成叫嚣吗 你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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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说 你不是刚挺能说 你还跟我考 你还考我智商 你说呀 小尼哥哥我错了 好脾气 你告诉我这句什么 哥 告诉你啊 没门 你可以求助 对吗 我求助求助求助 来连线 第二现场 你们真的没有答案吗 赶紧告诉我什么 哥 因为我就是从小追着四大天王长大的 黎明的哥 就像你爱喜剧爱相声这颗心 叫一生吃心 哥 你看啊 我现在已经是一万块钱了 要是答错了呢 那个 你给我五千也行 那你自己考虑吧 要不然 就这个吧 接受了啊 两千啊 哥 两千 还没了 接受他的答案 一生吃心了 一生吃心了 对 一生吃心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一 击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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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我 一生吃心 一场梦 你有言心 让我梦醒成空 我甘心付出所有 情愿 享受折磨 留不下你 为我守候 留不下你 一生吃心 一场梦 终究还是难逃命运 捉弄 当春雨 枪锋 错过 当你梦想 你说 是否你会告诉自己 是爱过 谢谢李佳杰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一生吃心 恭喜你 家庭梦想积极 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五千元 一生吃心 刚才你的这些同事朋友们 说得非常好 就像你对相声 你对曲艺艺术的这份热爱一样 真的是一生吃心 贾琳 他说 他当时有三种选择 很早的时候说 第一是 他姐给他找了一个 非常安稳的工作 第二是继续闯荡 去说像声 去表演 第三个呢 是跟他男朋友一起走 他最终 还是选择了这个舞台 我觉得你跟他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其实我十岁那年 有一次 看电视里说像声 我当时就坚定了 我自己以后 要从事这份职业 后来我放弃了 我从事了七年的策划工作 放弃了家庭 来到北京北漂 不管到哪一天 我可能会放弃 很多东西 但是我唯一不会放弃的 就是我钟爱的相声事业 我钟爱的喜剧表演 我会和我的团队的 所有朋友一起 把这些正能量的喜剧 带给大家 带给每一个 喜欢我们的人们 谢谢大家 虽然我没有办法想象 你们如此热恋这个舞台 它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但是至少有一份真诚 能够给观众带来笑声 这是最重要 其实观众快乐 就是我们留恋这个舞台的 最终的目的 挺好的 那我再问你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收获了一万五千元 要不要继续走 听人劝吃饱饭 不往前走了 不往前走了 因为我们也没求助了 对 主要是没有求助了 没关系 我觉得一万五 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成功了 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收吧 恭喜刘一阳 收获了一万五千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 在这里要感谢 长喝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 为我们选手之中的 家庭梦想基金 感谢你来到开门大吉 也希望你所有的美梦 都能够成真 希望你收获事业的成功 还有美满的爱情 谢谢小吉哥哥 谢谢 如果你的梦想够勇敢 够疯狂 够浪漫 那就来到我的身边 实现你的梦想 这里是由 长喝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 独家欢名播出的 开门大吉 还是那句话 梦想有门 我们一起开门大吉 谢谢 开门大吉 换新装了 全新升级的舞台 激动全新的感受 深呼不变的惊喜 新装开门大吉 惊艳亮相 我们要向四大名著致敬 南门路在河方天空越来说 哦 好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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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哦 好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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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哦 好看啊 年少跳小谷林妹妹 祝歌同天大大 这么久不见你说有没有想我 十几年了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机